監視器清楚拍下擺設轎車 直接衝撞在一旁 停得好好的汽車 可沒多久還開到巷口 駕駛就從座位上 点燃自製汽油彈 朝著民宅的方向丟直 還好這自製汽油彈 一下子就熄滅了 原來駕駛是一名29歲的男子 他跟家人要生活費要不到 竟然開車衝撞弟弟的車 還朝著家人丟直汽油彈 真的很誇張 這是發生在2月份 警方偵辦之後 將嫌犯依毀損恐嚇 公共危險及殺人未遂等罪嫌 移送檢方偵辦 並鑑請檢察官申請預防性羈押 結果法官認為 汽油彈只燃燒2秒就熄滅 沒有傷及性命也沒造成財損 認為不構成放火和殺人未遂 改依恐嚇罪判刑6個月 可以一顆法金 判決結果讓人感到意外 雷子新聞網APP